办公室政治 一不小心卷入了办公室政治 除了跟同事取经外 我觉得可以看看相关的书 于是找了本HBR Guide to Office Politics 作者Karen Dillon 写于2015年 作者建议一旦发现有冲突 应该去跟有冲突的同事沟通 而不是指望冲突会自己消失 或者消极地退出合作 跟同事产生冲突的原因 一般有三种 不同的目标 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个人风格 对于不同的看法 作者建议要弄清楚自己看法的根据 有没有可能因为经历或偏好 而产生偏见 弄清这些后要跟同事解释清楚 你为什么这么想 当然很重要的是 了解对方的想法 及背后的原因 认真倾听 只有当双方了解对方的看法 才有可能找到双方可以接受的方案 如果最后两人还是不能相互理解 也可以请第三方调解 在谈话过程中 要保持双向的 开放的态度 要做到对事不对人 可以提出解决方法 最好是双赢的方案 不用追究谁对谁错 保持中立 最最重要的是 保持冷静 尤其是对方某些话 可能会让你非常生气的时候 等你平静下来后再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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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